我们现在认识count if的,给我一个范围,然后不等于那一格的有几个 文字要加双引号,碰到判断是大于等于要加双引号 那文字相加用and,不等于那一格 好来,我们来做一下了,这个 我还是再整理一下,count if,对不对 好,85分几个,c2到c37 85的是这样打,他会告诉我什么 三个 那不等于85呢,我们刚学过,再review一下 count if c2到c37 不等于,要先加这个 不等于,然后呢 85的 可以这样下 可是这样下只有你会打呢 可不可以点在这一格,我这一格打多少,他就帮我算不等于多少 我在这一格打85,他就 不等于85,如果打90,就不等于90,有几个 好,不等于85这样下,对不对 那我想问这一格,我这个先打85哦 来来来来,那这怎么下,等于 就unt,count if c2到c37是国文成绩 再来 不等于 加上用and,再来点这一格 那什么意思 国文成绩里面 不等于85的几个 也是33 不过这样下一个好处,我想知道 不等于95的几个 85的几个 g2 嗯 哦,有个功能没有,可能被关掉,公式里面个 自动啊,没错 80 哦,刚没按到Enter吗 这么巧都是95哦 54 51个 那20分呢 有没有20分的 没有 因为我们全部成绩多少个,36个 对呀 所以呢,如果打在这里叫做死的 打写法,只能打85 如果在这里下,你打多少帮你找 87的,扣掉87的有33个 扣掉85分的有多少 33个 扣掉20分的呢 没有20分的,全部都出来了 36个 那这个语法就这样下 再描一眼 不等于and那一格 就这个下吧 ** ** **